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原因 今天上午公布 综合前期调查走访情况 与提取到的车辆内部视频监控相互印证 系女乘客错过下车地点 与司机激烈争执 激烈互殴致车辆失控 乘客刘某和驾驶员燃某的互殴行为 与危害后果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两人的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涉嫌犯罪 根据通报 公安机关对22路公交车行进路线的 36个站点进行全面排查 通过走访事发前两站下车的4名乘客 均证实当时车内有一名中等身材 着浅蓝色牛仔衣的女乘客 因错过了下车地点与驾驶员发生争吵 经进一步调查 该女乘客系刘某48岁万州屈人 监控显示 9点35分 乘客刘某在龙都广场四季花城站上车 其目的地为一号家居馆站 由于道路维修改造 22路公交车不再行进一号家居馆站 当车行至南兵公园站的时候 驾驶员燃某提醒一号家居馆站的乘客 在此站下车 刘某未下车 当车继续行驶途中 刘某发现车辆已经过了自己的目的站的时候 要求下车 但是该处无公交车站 驾驶员燃某未停车 10点03分32秒 刘某从座位起身走到了正在驾驶的燃某的右后侧 靠在燃某旁边的扶手立柱上指责燃某 燃某多次转头与刘某解释争吵 双方争执逐步升级 并相互有攻击性语言 10点08分49秒 当车行驶至万州长江二桥距南桥头348米处时 刘某右手持手机机击向了燃某的头部右侧 10点08分50秒 燃某右手放开方向盘还击 侧身挥拳击中了刘某的颈部 随后 刘某再次用手击击打燃某的肩部 燃某用右手隔挡并抓住了刘某的右上臂 10点08分51秒 燃某收回右手并用右手往左侧击打方向 车辆时速为51公里 导致车辆失控向左偏离越过中心石线 与对向正常行驶的红色小轿车 当时的车辆时速为58公里相撞后 冲上了路沿 撞断了护栏 坠入江中 对驾驶员燃某事发前几天生活轨迹的调查 其行为无异常 事发前一晚 驾驶员燃某与父母一起用晚餐 未饮酒 21时许回到自己房间 精神情况正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